有句老话说 大象从不忘事 但这些巨大的生物 可不仅仅是巨大的移动硬盘 我们对大象的了解越多 越了解到 大象那令人钦佩的记忆力 只是它们惊人智能的一方面而已 这样的智慧使得大象成为地球上 最具社交能力 最有创造力和最友善的生物 与众多谚语不同的是 这一个关于大象记忆力的谚语 从科学角度看是精准的 大象认识它的兽群中的每一位同伴 它们能够通过视觉或味觉 识别出多达30位同伴 这一能力 在象群迁移 或是遇到有敌意的象群时 都大有帮助 大象也能记住和分辨出 某些遇事危险的特殊信号 并且即便在很久之后 它们也仍能回想起 之前去过的重要地点 但最令人们着迷的 是大象那些无关生死的记忆 大象不仅能记住 它的兽群中的同伴 还能够记住 那些给它们留下 深刻印象的其他生物 比如说 有两只大象 曾经短暂地 在同一个马戏团表演 结果当它们23年之后再见时 双方都高兴得不得了 这样的记忆 不仅局限于大象这一物种 大象在与当时结缘的人类 分别几十年之后 仍能记得它们 这一切都显示 大象的记忆力 远超出应急反应这一水平 细看大象的大脑 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了 大象的大脑尺寸 是所有陆地哺乳动物中最大的 同时大象的脑化伤数 也令人印象颇深 这一伤数指的是 用生物大脑的尺寸 出以我们预期的 生物体型大小而得到的结果 大象的情绪伤数 几乎和大猩猩的一样高 而且尽管大象 与人类属预演员进化清晰 趋同进化令大象的大脑 呈现出了极其近似 人类大脑的结构 同样具有很多神经元和神经突出 以及高度发达的海马体和大脑皮层 与情感密切关联的是海马体 它能将重要体验 嵌入长期记忆 这种对重要程度的区分能力 使得大象的记忆力 成为一个复杂 具有适应能力的载体 远超机械记忆 那些早年挺过旱灾的大象 成年后 能够认出旱灾的预警信号 靠的就是这种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 有年长头领的象群的存活率更高 然而不幸的是 这种能力也使得大象 成为非人类动物中少有的几个 会受创伤后 应激障碍所困的动物之一 另一方面 大脑皮层赋予大象 具有处理问题的能力 这一点可以从大象的 多种创新表现看出来 它们同时也能够合作解决问题 有些时候 它们的智力甚至胜过研究者 并且能够操纵同伴 它们还拥有了基本的算术能力 在两栏水果的树木变化多次后 它们仍能记住水果的树木 这种少见的记忆力 及解决问题能力 可以解释大象的一些 极聪明的行为 但是对于我们刚刚开始理解的 大象的心理 却无法解释 大象经常用各种渠道沟通 身体语言和声音 还有数公里之外 都能听到的 红外低频咆哮声 它们对句法的理解 表明它们有自己的语言和语法 这类语言可能甚至超出 简单沟通的水平 大象谨慎地将不同的颜色和元素 结合起来 创造艺术之美 它们还能够记住 十二个不同的音阶 然后再创造出同样的旋律 没错 确实有一个大象乐队 但是大象最令人叹为观止的 或许是大象身上 比聪明更重要的一个能力 它们的悲悯 奉献和正义感 除了人类以外 大象是唯一一种 会为逝者哀悼的动物 它们举行葬礼仪式 并会回访墓地 它们也展现出了 对其他物种的关切 一只干活的大象 拒绝将原木放在一个洞里 因为有一只狗 正在里面睡觉 当大象遇到受伤的人类时 它们有时会站在一旁保卫伤者 并用橡皮轻轻安抚它们 另一方面 大象对于人类村庄的攻击 通常是在大规模的猎杀后发生的 因此可推断 那是它们蓄意报复的行为 当我们考虑这些证据的时候 再想一想 大象是少数几个 能从镜子中 认出自己的物种之一 我们很难不如此下结论 大象是有自我意识 聪明 且有情感的物种 不幸的是 人类对大象的所作所为 却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 在亚洲 它们的栖息地一再遭到破坏 在非洲 象牙被非法列取 世界其他各地 有对它们的囚禁和虐待 以我们现在对大象的了解 以及它们不断让我们了解到 关于动物智力的信息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保证 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当德 所形容的那样 自然的伟大杰作 不会从世界的油滑布上消失 感谢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订阅 不要错过学习新知识的机会